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 我是郭凯NCC扩大推动有线电视数位化 迈进100M的宽屏元年亮点计划 中华电信董事长李延松 以及远传电信董事长徐旭东 都认为电视数位化绝对是市场的未来趋势 支持政府的政策 政务委员张善政 NCC主委石世豪 交通部长叶匡时 中华电信董事长李延松 台湾大董事长蔡明星 以及远传电信董事长徐旭东 等各大电信业者代表人 以此到齐 共同替政府站台强打电视数位化 以及100M宽屏 简单一句话 看出徐旭东力挺政府到底 根据NCC调查显示 截至5月底 国内100M宽屏加护涵概率 已经超过80% 将已达到100%目标迈进 同样支持政府作为的 还有中华电 也觉得说由政府来政策推动 是最好一个方式 我们在FTTX的排名是世界第五名 我们哪里有台湾这么小 哪里有哪些指标是在前面的 你说第五名 大家觉得应该很关注才对啊 谈到满不满意政府推动计划的速度 李延松画杂子一开停都停不了 而台湾大也同样看好 我觉得100M是未来生活的一个 很重要的指标嘛 台湾的政府不是除了只有 这些基础建设 其实我们还有推动所谓数位的内容 电信三大龙头同步跳出来 为政府背书 显示出电视数位化 以及推展100M宽屏 俨然成为未来趋势 福利学卢关宇